環境部今年發佈一次用 路索用品的犯罪 使用對上一劑十四方式 明年只會一口氣十四 禁止路索業者提供一次性的洗頭模 加洗水器的用品 市府今年也定頂 各個市政令拜訪影響管理主題條例 經過議會三投通過 為者可以採用1200元以上 6000元以下的發款 環境部使用一次就要拼到的路索用品 和多使用對上和實施的方式 在明年一月正義要開始推行 路索業明年一月一合開始 不可以主動提供 保重在在180cc以下 衛生化金、潤法乳、沐浴乳 和乳液丁丁的用品 港議市政府在今年 也丁丁港議市 整令拖白英雄管理主題條例 經過議會三投通過 七月十六號公告 以下在明年一月十六號開始時 違反規定 沒有在期間自來改善 可以除以1200元以上 6000元以下的發金 港議市政府官公新聞處表時 港議市現在有九十七間的路索 飯店、冰銷 環境所總共五千四百六十九間 因應明年度的新制度 已經委託鎮業團隊在 辦理到福祷課程 協助協助協助因應 另外明年還有一項新規定 參加市國軍影響館 救國團、華東中心、國蘇慧館 市廟鄉客大樓頂頂頂 沒有越想入定期 收費提供大小的英文模式 和路關一樣 九通報關公室在日空一五年 休請加了 Kur collaborations 及租金發展館進行 以上經濟 調מס在:「調柔收政識時開始 拒單次來愛向 地方主管機關 篩新進入管 翼軸頂頂頂 仍出頂機 正和專用的票資 才能夠繼續營業 這次錄 Bilder 調換期間將在美年一月二十一合九季 沒前嘉義士也要請到專家行政 造成福德團來拜會嘉義國軍影響館和求國團 嘉義行政 這兩間業者都將專行行為為做的大秀 世新新聞 剛才嘉義士 蔡宏報道 未配合嘉義士鐵路高價化 跨越北新路橋段的施工將於113年7月29日上午9點開始實施交通維持措施 施工工期約需152天 預計將至113年12月27日止 這段期間將有14個不連續工作天 採取夜間封閉路橋方式進行 實施時段將於晚間9點至隔日上午6點封閉北新路橋 北新路橋夜間封閉期間請依照指揮人員引導 配合公區交通維持設施及交通標誌排面指引 提早改道 改由文化路地下道或嘉雄路橋通行 此外請特別留意喔 北新路橋跨越橋施工限高3.8公尺 請高度3.8公尺以上的大型車輛配合 依公區交通維持設施及交通標誌排面指引 改由文化路或博愛路橋通行 後續跨越三座 博愛路橋、垂洋大橋以及嘉雄路橋之施工方式 也將採取相同模式 敬請市民朋友配合 造成不變之處 敬請見諒 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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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見諒